大家好,我是大伟 小腹上面坠肉多 肚子里面是厚厚的一层脂肪 包裹着咱们的肋脏 面对这样的问题 有很多人都非常困扰 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减肥去瘦身 但是要么就因为动作难度过高 自己没有坚持下来 要么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带来的效果和付出不成正比 最后没办法就放弃了 今天我要教给大家一套动作 这个动作可以深层的刺激到我们内部的一个核心肌群 从而加快我们整个腹部的一个循环代谢 帮助我们更好的减少我们腹部的一个坠肉 同时这个动作还有一个收腰的一个功能 就是你做完了以后 你的腹部就会往里面缩 而且很多人做完拉皮尺一凉 明显的少了一到两厘米 这个小动作真的是非常有用 大家做完以后感觉自己的腰围有明显变化了 评论器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同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 每天点开视频跟着我去做上一个两到五分钟 你的小腹就会一天比一天瘦 好了 现在我们来讲动作究竟怎么去做 咱们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一定要先找一下腹部燃烧的感觉 这个腹部燃烧的感觉怎么去找呢 双腿我们把它并拢 并拢了以后 我们把我们的脚后跟来回的抬起来 就像这样 来回的抬起来以后 你会发现我的骨盆 会随着我的脚后跟的抬起 会干嘛左右的去转 对不对 现在我们要人为的去加强控制 我们骨盆的一个转动 就这样 你看 我脚尖抬起来以后 你看 去找一下什么感觉呢 这骨盆充分的在转 而骨盆为什么能被你控制着去转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腹部的核心肌群在发力 你现在要找着一种什么呢 肚子向内收 同时用力的控制我们腹部来回的转动 肚子向内收 你不要小看这样的感觉 其实你想找到是非常难的 但是通过我们反复的练习 手摸着我们的腹部 给它一定的感觉 给它一定的指引 然后我们的骨盆来回转动 控制住 来回的转 好 当你感觉腹部向内收 内部有一种微微的发热 发胀的感觉 那么恭喜你 我们腹部的燃烧感已经找到了 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动作做一个加强 然后继续去保持这样的感觉 你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受腹的效果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加强 依然是保持我们之前双脚并动 同时我们要开始把什么 手往上伸 手往上伸 举过我们的头顶 然后把手合十 在我们的头顶合十 头部微微的向上看 然后把我们的腹部向内收紧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做这个动作 大家看 正面给大家看一下 转动 上伸也会随着摆动 然后我们来配合呼吸 我们大约快速吐十口气 然后吸一下 吸一口气 然后再来 就这样 这个感觉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 做完以后不到一分钟 你会发现你的额头后背都会出汗 同时感受最强的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腹部 你会发现通过这个动作 快速的加强了我们腹部的一个代谢 肚子里面是热乎乎的 而且即便你不发力 就是自然站直 做完动作以后 你的腹部向里面戳一戳 都是非常的紧致的 这就是这个动作给你带来的帮助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重新的讲一下这个动作 给大家再念一下 大家最好跟着我一起做 你看 双手举过头顶 肚子向内收紧 这个要素一定要记得 然后开始 把脚后跟抬起来 来吐气 控制你的骨盆 来回的转动 刚开始你的控制可能不会那么明显 但是随着这个动作做下去以后 你会发现你的控制力会逐渐的加强 好 吸一口气 吐石下 就这样 我们正常是一分钟左右为一组 每天坐上一个三到四组 中间休息一分钟 每天你只要能坚持下来 你会发现你的肚子就一天比一天瘦 好了 今天这个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